又到了决赛圈飙车的时间了 唉 车胎啥时候爆的都不知道 就很尴尬啊 而且油也没剩多少了 看来今天决赛圈飙车不太可能了 有了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车到山前必有路绝地车身 鸡师傅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鸡师傅 大家好 我是一台美人 见了爱花见花 鸡师 今天挑战是什么呀 今天给大家挑战一波沙漠防空动物自治机 据粉丝说 遍地都是信号枪 没准儿今天能报复呢 那是在哪儿 我也没去过 之前好像听粉丝们说 沙漠防空洞似乎在尸城下面一点 过去找找看 可算找到了 第一次来心里还是有点小激动呀 哎呦 居然想跟我抢防空洞 先拿上这把Sky 哎呦 人还真不少嘛 也不看看你们在跟谁抢地盘 闻了闻了 看看沙漠防空洞里有些什么 祖穿M16到手 前面这家伙也太黄了吧 是哦 有点显眼的鸭子 把北AK拿走再说 不是我说 这沙漠防空洞也太长了吧 这大概是日大宝 见过最强的防空洞了 别说信号强了 搜了一圈还是二级投一级架 AK加上Sky 这不准是你脸黑呢 去去去 到底是沙漠防空洞太穷 还是大宝的脸太黑呢 小伙伴们赶紧留言来评评理啊 那边还有个伏地魔 对了半天枪 这小伙机竟然一枪没打中我 这水平也只能伏地了 算了 也搜差不多了 转移阵地 大宝 你前面有人 看到了 你这是什么瞄边枪法 你懂什么 我只是想先瞄个边吓吓他 跑得还挺快 终彩 毕竟 懂不懂什么叫欲擒故纵 万一再吸引来别的敌人呢 还是先进圈吧 还没有把消音 本来还是放你嘛 现在想想 还是请你死一死吧 看到了 说了多少次了 沙漠这连草都没有 一望无际的就别伏地了 这不给人当活靶子吗 呦 信号枪 光天坏日 朗朗成坤 就还这么嚣张 快去操操 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正好有个高架 在这里点燃 岂不是美滋滋 我们好像打起来了 看到了 诶 有车回来了 不慌 先扫上一梭子 唉 虽然拿了一个八倍镜 可是没有G就很难受了 只能拿着三倍将就一下 哟哟 草垛旁边还有人 算你躲得快 但是你的人头 我是一定要收下的 直接开车找他去 多有用嘛 还不如刚刚来对个枪 直接带走 外面打起来了 哎呦 又是卑微的跑毒者 还挺能跑 嗯 啊 这都不省 这就很尴尬了呀 问题不大 我们换一个房子 正好前面也是一栋两层房 完全可以看到卡车的另一边 这寒寒 还以为我在原来的房子里待着呢 还是太年轻了 有车来了 出去看看 嗯 哇 车祸现场 这家伙居然造势逃逸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提师父 杀他呀的 枪神 看来这附近还有人 不过现在还是先把面前这个家伙解决掉 现在造势逃逸的家伙来两颗雷 漏头了 接下来就是这边这位了 对象半天都不带挪位子的 是不是也太瞧不起我了点 让我找找剩下的人在哪 哇 这个A打不来吗 有点不讲道理啊 差点就给我秒了 行行行 一会儿油你好看 诶 这应该就是那个A打不来吗 先来一枪试探一下 呼 惹不起惹不起 又到了决赛圈飙车的时间了 唉 车胎啥时候爆的都不知道 就很尴尬 而且油也没剩多少了 看来今天决赛圈飙车不太可能了 有了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给小车车来个烟 制造一个掩体 上车之后视野就提高很多 还不容易被人随远打中 安全于稳妥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来我看看 210有一个 95度也有一个 现在过去找210那个 乖乖乖 吓死我了 差点被反杀了 那边好像也打完了 现在就剩一个小瓜皮了 看到了 不过这片掩体都太分散了 茂然移动十分危险了 开枪试试对面 M24吗 这就不好搞了 不关了 碰碰运气 路头了 呀 答答答答答 有何 吃鸡了 是哦 都剩了13个 嘿嘿啊 运气不错 最后喜欢大宝的 别忘了点播关注呀 爱你们 莫莫达